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十二位大菩萨 次第向佛陀请问圆满觉悟的方法 连生活佛知道自己很适合讲这部经 因为有了圆满觉悟的人才能讲圆满觉悟的经 在今日讲经的法师很多 但连生活佛发觉 他们这不叫讲经 而是解释文具或是直译文字 这样的说法只可称为赵文解说 赵文解说只要具备一点佛学常识就可以办得到了 而连生活佛讲圆绝经和一般法师讲的绝对不同 因为连生活佛是亲自走入完美而圆满的大光明三昧大定之中 完全意会到释迦摩尼佛的心灵和智慧 它是自心发露了大光明 使伟大的心智显现在整个的虚空之中 圆绝经不是理论 圆绝经不是论柱巧辩 圆绝经不只是一部佛学经典 而是实修开悟者的星光发露 表面上只是阐明圆满心智 而实际上是深入禅定的大法位 连生活佛认为正是神通的 是光明庄严的 是圆满十方的 是不二了意的 大方广圆绝修多罗了意经 之前我们听到了连生活佛讲到经文中的 世诸众生清静绝地 有些人翻译这个句子 会衍生出一种四世而非的理论 那是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听连生活佛宝贵的开示 四世诸众生清静绝地 当你成了佛以后呢 这个境界本来就是四圣六凡十法界的一种 圆绝的境地 这个是非常高深的这个议会 那么很多人呢 都是这样子讲 这个佛啊 就是众生都是佛吗 那么也就是四圣六道 全部都是佛啦 那么佛法呢 也没有什么佛法啦 他就是这样子讲 没有什么佛法啦 也没有什么魔法啦 佛就是魔吗 魔就是佛吗 这个做什么事情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空的 那么也空了众生 空了地义 根本就没有地义 根本就没有人道 没有人间 没有地义 没有恶鬼 也没有畜生 也没有这个阿修罗道 也没有天道 也没有菩萨 也没有罗汉 那么就是处在一种很清净的节地里面 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子讲 很多人这个觉得说 啊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还写什么佛呢 还修什么行呢 因为佛也求不得 行也求不得 那么是做什么好呢 你这个理论上讲是通的 实际上是不通的 像这一种话 只有开悟的人讲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开悟者的书啊 看了以后啊 都通了 每个人都想 啊 什么都没有 都是空的 那么六道众生都是没有的 那你已经本身来讲 你就是佛了 但是你虽然是佛呢 但事实上 你本身不能够自在 也不能够神通 也不能够游戏 那既然不能够自在 任应 神通游戏 你这个佛本身就是假的佛 你理论上是通了 这个四圣六凡 十法界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你的成就呢 也是不存在的 你不过是一个虚无 是一个虚空 你这个理论你是通 但是呢 当你在反过身子来讲的时候啊 发觉你自己是存在的 环境是存在的 众生是存在的 六道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要你不但理上去开悟 你还要实修秘法去破除 你说你住在虚空 其实你不住在虚空 你住在沙坡世界 你说你能够关破 事实上你是被束缚 你的种种的一切的环境 种种一切的事物 种种一切的心念 仍然是妄念 无知 分别 不平等 这个你就是还本身还没有破除 这个四圣六凡 十法界 你这个十个法界都还没有破除 当你真正的实修了以后啊 你这个心轮本身能够放光了 把你一切素博通通解除了 你能够融入宇宙的意识之中 作为一个佛的一个分子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讲这一句话 你已经证得了所有众生的清净决定 你已经得到了光明 你已经得到了光明跟庄严 这个时候才可以讲 所以呢 我本人啊 可以讲说 如来的光源 助持 啊 证得了这个众生 清净的决定 但是大家也跟着我讲 你们也是证得了一切如来的光源 助持 也证得了这个众生的清净决定 虽然你们理论上是可以讲得通 开悟则是这样子讲的 但是实际上 仍然是妄念 无知 不平等 有分别 这个就是表示你还没有开悟 你不能讲这一句话